运动会 颇有冬奥健将的风范 同志们 今天我们的运动会 有两位来自北京的特殊客人 他们是北京冬奥会 冰敦敦 雪茸茸 今天也将作为奖品 颁发给获胜者 同志们准备好了没有 冰上保龄球既讲究个人平衡能力 又考验团队协同配合 要想取胜可没有看着那么简单 激情的呐喊点燃了美名参赛选手的热情 但光有激情和速度显然不够 与身后队友的默契也十分关键 投掣冰湖不但考验参赛官兵的体能与脑力 而且还是技巧和谋略的比拼 官兵们排兵布阵 斗智斗勇 盯上拔河比的是力量和耐力 更比出了虎年的虎虎声威 挺过瘾的 既让我们的军营热闹了起来 又用我们自己的方式迎接了冬奥会 而且还赢到了吉祥物冰冻冻雪融融 希望我们的冬奥健儿们 也能赢到属于他们的荣光 赛场的另一边 冰雕比拼也在继续 战士们拿起铁锹水桶画笔 比一比谁的冰雕更逼真更可爱 冬奥加油 明天冬奥会就要开幕了 官兵们对着自己心中的偶像 说出了心里话 我的偶像是短道速滑的五大镜 我想对他说 大镜加油 你是最棒的 我和女子速度滑冰的阿克纳尔阿达克 都是新疆人 他是我们新疆人的骄傲 我最喜欢的是黄雪队的古爱宁 他是极美貌和才华于一身的 小姐姐 我想对女子辩护队主将韩宇说 希望他接过队长王明玉手中的建立棒 在家门口举办的冬奥会上 突破自我再创佳绩 我想对中国队的运动员们说 我们为你们站好岗守好房 祝你们在冬奥赛场上 夺金牌打胜仗 中国队加油 中国队加油 越冠越多 越军小卫兰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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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